初几要去什么去美国 初三 初三是吧 你知道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小学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美国我就挺想出国的 一个成都也就只有一个百货厂厂 一个百货厂厂也就一两条那种好看的裙子 可是那个时候去美国的话 哇他那个shopping mall里面你看东西可多了 我觉得我一下就被资本主义给震住了 然后就觉得不是 我觉得美国太好了 特别想去 所以我知道能去的时候 我自己还蛮开心的 可是去了三个月就完全不一样了 像我在家里 是不是就一个中国女孩那时候 就我一个 就我一个 对 完全找不到同类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种文化的那种孤立感 我记得第一所学校有一次formal dinner的时候 居然还有人问说你们是不是还是吃粗眼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 你也不知道是该生气呢 还是该嘲笑他们 因为你自己本来很感觉很弱势嘛 英文又不太好 然后也不会像美国女孩那么会social 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 awkward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完了还被问这种问题 你知道那种感觉特难受 这个状况还维持了多久 13年 很压抑是什么 那种感觉 最主要是孤独感 你现在让我再去美国生活 我觉得我待不了一周吧 我不行 我真的是喜欢热闹 所以当时就想不会在美国留下来读大学 我不要 我不要 所以其实家里还是比较不太开心 觉得给你找了这么好的机会 人家都好好的在美国 多有面子 但是你又不珍惜 爸爸怎么安慰你呢 他不安慰我 他不安慰你 很生气 当然很生气 当然很生气 没有安慰我 回来什么打算再回到中国 回来我就想回成都玩 成都多好 后来我爸就跟我说 你不能待在成都 只能北京上海 你选一个地方去读大学 一开始是北大吗 还是去 没有 外交学院 很小的 我一下飞机以后 然后自己打车到学校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司机一路都在骂我 你问他什么事 他都挑着回你一句 下车的时候 我抽了一百块钱 我扔给他 我说师傅 我说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没有必要骂我 以后不用找了 就走了 还不用找了 真是便宜的 我其实就挺不适应 北方人说话的这种方式 我冲 那种愣 冲 特别冲 但后来我就跟自己说 你都已经失败的 从美国撤回来了 北京如果这一战再撤的话 你就完了 那我一定要在北京好好的 扎扎实实交几个朋友 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北京 我就开始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北京 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问题好深奥 随便乱说 其实我也在想 在想一个问题是吧 对啊 这还没有解开的一个谜 金钱啊 还是很重要吧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么推崇 金钱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是有点太推崇了 宁在宝马里笑 你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感觉 也不无道理啊 就是说这个物质基础你是得去追求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追求它本身也是个正向的一个方向 前两天我有朋友还嘲笑我呢 我在买那个什么投资股票到处问人 他说哎呦你跟他老板你还关心那么几个点 我说理财是一个人基本需要的能力啊 福布斯的榜单或者什么忽日榜单 比如说你20岁给年轻人说你账面资产有25亿 就什么感觉 一点感觉没有 因为你实在你根本不让你 不可能用那么多呀 我一年的花费就除了买包以后 以外都是给娃娃老公买的 你用多少钱跟你能够支配多少钱 那是两回事对吧 你那些钱你永远不可能用的 但如果愿意它是可以变成你兜里的钱的 你拿来干嘛呀你花不了啊 你用多少钱你知道的 其实这部分更私人的钱 为那部分我会去合理去支配 公共的这种财富 我更多的是它的支配权 即使这些东西都是我兜里钱 我还得找个事业让它赚起来 这样才好玩啊 要不然你玩啥 你守着一堆钱干嘛呀 你有病啊又没有增值对吗 不是你会觉得钱有它很危险的一面吗 太多了这真的是责任啊 是社会责任 这个责任意识什么时候变得特别强的 意识到的 这不是一个责任意识 这是一个价值观还是世界观啊 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真正属于我的 真正属于我的是所谓的工资 我真的是自己赚回来 那些东西真是属于我的 那些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 所以我在那些金钱里面 我是最自由的 那么我想怎么支配它 怎么支配它 我只想对我自己在这个部分里面去说话 而这个部分更多的是另外一个角色 那是我另外一个角色需要去面对的 我觉得他们也越来越有社会的责任感 而且他们也更世界人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自然而然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包括我跟我周围的朋友 我们也会啊 我爸爸妈妈也做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定会这样的 你会介意别人说你是富二代吗 原来有点介意 以前特别在乎什么原因 是心虚吗 也有可能是心虚 可能是不自信 对对对 然后特别想证明自己 我还挺早就开始想要做点生意什么的 我初中那会儿就做亚方小姐 那时候最特别流行的 亚方小姐 然后我们住校到了晚上一熄灯 我要拿着电筒 推开人们一照 这颜色怎么样 就化妆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就走 自己当model 然后对 自己当model 然后图上 然后就给卖东西 就卖化妆品 有钱我真一直都没觉得我有钱过 今天真的没有过 我真的没有 我到今天我会觉得我一天不工作了 我这个后盾就动摇了 我家里也是一直给我这种感觉的呀 我其实过去也会蛮羡慕说 王思聪 他们说爸爸去给你一个 让你去做一些东西 我就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都是爸爸借钱 很少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有危机感的 在这个问题上 从来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后盾 从来没有 我每个月我都会跟我老红说商量一下 我们以后怎么办 我说要是我要不上班了 我说你那个光靠干电影行不行啊 我说你还是 你是不是能够更现实一点 他怎么回答你呢 他没问题 他说媳妇 他说那个你放心吧 他说现在电影上好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必然会跟这个集团捆在一起 跟他的命运是不能分开的 没有 我到现在还在怀疑 你爸其实不会生气吧 对啊 真的吗 我真的还在怀疑 我真的 其实我的星期爱好也挺多的呀 没准我以后也干点别的 因为你想当CEO真的是很累 我觉得我也不太想一直这么累吧 当你比如父亲决定说让你来做这个联席的这个CEO的时候 你是什么 一开始特别特别的慌乱 因为像我这样的情况呢 你肯定不是说从基层一步步走过来 跟人家一步一个脚印 从下面一点上来人是不一样的 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比如对你最头疼的 对人的把握 还有特别害怕对这个行业的趋势有误判 对因为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人 那么大一个组织吧 你一开始在上手的时候 你总是觉得害怕这个脚底下不踏实 而且真的是每天早上四点钟 自己脑子就想事想醒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 我这人心挺大的 当时公司应该是五万多还是 那会儿也是六七万 所以那么大一个组织吧 我就是说想了解这个组织 到底在别人眼里心里是怎么样的 你只能通过面对面的聊 什么层级我都聊 我的时间全部都在聊 我一天有的时候聊十几个人 就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说多的话 会不会这里觉得很压着慌 我就会就完全这里喘不上气的感觉 就这种 他们后来翻出来那几年前上任的那张照片 我看还有吃瓜群众的点评说还穿一身Chanel 然后说表情还怎么样 其实我心想搭点评都挺对的 其实我心里根本就没有找找北 我觉得感觉就是胆还挺大的 我感觉 做这个位置 其实你要处理巨大的一个规模问题 现在比如回忆起来 你觉得这四年你给这个组织带来什么变化 你作为CEO带来的 主要就是说专业化 我们在全国有十亿只的禽的屠宰量 我们有两百多万吨的肉的这样一个量 这个规模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 这样的规模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任务 其实就到这可以了 你怎么面对这种规模 你会把它怎么分解 比如分解成什么 因为这个组织来完成 我不是说以前没有专业化 但这个专业化不够系统 我们有一些体系 我们有一些规则 但毕竟我们才只有30年 我们要做一个百年老店 想基业成新的话 我觉得这里面的东西 一定要特别能够经得起 我们在国内 大家会觉得说优秀的国外的企业 太一板一眼了 流程太长了 它确实通过这些流程 有一些耽误 但是好是好在 他们真正对组织的这种认识 对规则的这种认识 他们最后真的是实现的是 制度在管事情 而不是人在管人 我觉得我这一代 我觉得要做的 就是把从人来决定事 靠一个人来成败 变成一个组织 一个体系 打造专业化 我觉得这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种兴奋感最强烈的 就是多巴胺分泌 最强烈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就看到业绩的报表的时候 那种结果的时候 那当然会 上这样一个位置 这么大一个组织 你做CEO 这些真正要扛业绩的 以前是后面 你总是有人可以靠 现在就逃不掉了 这种危机感始终很强 是吗 始终很强 否则怎么可能早上四点 睡不着 现在好些了吗 没好些 我从小被打压出来这种危机感 那天早上我很不舒服 八点钟 然后我爸说 Angela问我 然后老公说 Angela在睡觉 我就听见我爸说 Angela不可能睡懒觉的 他从不睡懒觉 我蹭我起来 我爸我确实在睡 我八点我确实不舒服 就那种从来就不让你睡懒觉 不让你太舒服 太舒服从来没有过 然后我小时候几岁去广州旅行 所有包都我背着 并没有说给你刻意的创造那种 要宠着的感觉 你说像以前 你父亲早上创业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企业 包括这个行业 它是follow日本怎么样 欧洲怎么样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现在你们会变成一个 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么 三十年这么一个长的历史 然后有这么广阔的一个区域 它给你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这种对公司的认同感还是什么 我觉得反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别人看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家族的辉煌史 在我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多种元素综合在一起的 当我去梳理过去三十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历史 给到我们有一些好的转折的机会点 或者是政策有一些好的 明显的这种一些开放口 我们都踩到了这个点 并且提前了半步踩到这个点 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反过来想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 一定是这帮人一直坚持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退缩过 第二个 他一定非常相信这个外部的环境 他不会变 如果他们几个不是特别正向 是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 相信我们改革开放 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 他不会还这样踩着机会上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外面的人会看起来 他们会把它神化了 但事实上在我看到 都是特别朴实 最内里的这样一些 这个内心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都最简单了 比如说你父亲这代人 他们是其实在就判断觉得未来30年会一直很好增长 市场会怎样 对你来说呢 因为现在的判断不仅是中国经济以外 你也是包全球的 你的判断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认为未来这些10年吧 我觉得农牧跟食品是大好的年头 我觉得首先可能互联网还有移动互联 确实它是一个时代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绕不过的 你就在节骨眼上了 而这个节骨眼本来它是很大的危机 同时它也是机会 当然了在一个变革的时期 肯定是有技术能力的人去引领 但是它的影响范围是一波一波的 有些行业快一点 有些行业慢一点 而有些行业它依赖原来线下这些东西是不可或缺 甚至更重要的 它越来越波及到后面这些行业的时候 它更多的就变成一个工具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不要怕 坚定的去改 好事好在呢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 它是一个当地去索取 当地去销售 它没有说我拿这里资源卖到外面去 而且它是一个很民生的东西 我们在埃及 他们那会打仗 打仗也是要吃东西 反而我们的很多原料 就是被周围的这些村民也都拿去吃了用了 大家反而还挺感谢你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狼性的行业 包括你 比如说你14岁读书的时候 别人问你吃粗眼 那是中国是个形象 然后不到20年时间里面 然后你们是去了 要第一个买各种东西 中国要去开场干嘛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奇妙 我们的时候到了 土豪 对 就是一代人 就这么一代人 这种非常的dramatic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说一下 在美国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好像得看大家的眼色 你知道吗 小丫头的那种感觉 而现在又不一样了 你每次出国 全是中国人在购买 买买买 哪哪海关都说中文 美国人眼里出现了那种羡慕 基督恨的眼神 这都是很明显的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 我英文也说的办好不好的 然后还能用我这个办好不好英文 经常还跟国际友人们谈判 我觉得感觉可好了 就一扫当年那个上课回答不出问题的那个怨气 对 比如你观察你周围的年轻的同事 包括合作伙伴 包括谈判 就是你们这一代人 跟上一代普遍是这个区别吗 还是 我们这一代人是已经习惯了 从小就是听 就全世界听同样的音乐 吃到不同国家的食物 也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 对于这些东西 你有天然的包容性 比起上一代来讲 所以更容易去建立文化上面的沟通 我自己就是个四不像 我觉得老外很喜欢我 觉得我很西化 沟通很直接简单 我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 我跟他妈也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沟通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就是个四不像 不也挺好的吗 包括比如说 你父亲创业的时候 中国人的差别不大的 比较差别不大的 到你这代人的区别巨大无比了 是在那个塔尖上 对塔尖那批人 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对你来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对 我真的有点答不出来 因为我妈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 她说我回过头来想 她说我们那个年代 虽然说穷 但大家都穷 一平二洗的 再辛苦 当然都是高高兴兴的辛苦 因为没有差距 她说你看你们这代人 环境完全不一样 条件完全不一样 你们的竞争多厉害啊 你们的内心是多痛苦啊 你会对比如同龄人的困境 感同身受吗 比如他们在公司里面奋斗 可能奋斗好多年 在那买不起一套房子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以前不会有那么大的敏感 就到领导岗位上 我就觉得了 我最怕 我心虚的就这点 就别人来跟我说 说你对于薪酬 比如分钱 年底要分钱了 对吧 谁应该多一点 谁应该少一点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去看这个工作的表现 但你在下一级的人 他们的需求 究竟应该怎么样的话 你就觉得踩不到你 你不知道这个阶段的这个年龄的人 他最需要什么 比如对你现在一个你自己个人 比如你是一个母亲 是一个这样的公司负责人 然后你也是个文艺青年 你觉得现在中国社会让你最忧虑的部分是什么呢 这个 肯定每个人 大林圣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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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女生特多是吧 我看着好像一圈 没有 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应该解决眼高手低的问题 就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有知识没有常识的感觉 这是我的一个很很很很很深的一个体会 就是大家都很这个能说会到 但是真正的这个在实践的时候就眼高于手 然后就不能够这个知行合一 就不能够 就是你会说但你会不会做 那么公司需要来承担这一部分 所谓的专业的职业化的教育的话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累人的 但是你也不得不做 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吗你觉得 我原来有 我原来有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 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自己还算好 因为我从小家里会不要在意劳动这个事 你就是鼠鸡蛋 你也得干活 出门你背包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说做这个慈善 然后我们到这种偏远山区 帮大家做那个白内脏手术 连续去好几年 他说你看像这样的事 就是你们这种富家子女会特别的这个体会 我说我也不是啊 你做这样一些事情不仅仅是说 你去体会一种没有前人的生活 或者说你感受一下社会疾苦 我觉得不那么单纯 我打那个杂工吗 因为我们做志愿者 我们就是门口放人进去的 最后一例手术了 我们只能接最后一例 后面还排了一堆人 有的是年纪特别大的 有的是年纪特别小的 有的是很远之外 骑着马出来的年轻人 你怎么去选择 其实这些事情也是很社会性的 这些东西也是你在这里面体会 他觉得是多维度的 觉得是你平时遇不到的这样一些抉择 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年纪 他们也去做这个什么支枪啊这些 我认为不是不是不是不好 应该是很好的发心 可是我觉得真正能够去改变现实问题的人 他一定是了解社会的 了解人民的 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构成的 然后这些现状是怎么样形成的 循循渐进有策略的去做的人 而且这一定是有一定的这种社会经验 管理经验 生活经历的人去做更好 比如说现在回忆起来那两三年 自己开小店的生活 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没有那么自我 我觉得这还确实有帮助 你看我开那个小店 一开始我卖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喜欢什么东西 我喜欢类似这种奇奇怪怪的 然后就是那种好像有点特色那种东西 但是我发现我喜欢的东西都卖不出去 第一个你贵 第二个你太奇怪了 不好搭配衣服 你必须得很多人的衣服 你才好搭配更不一样 这个就是就是说你不能太自我的去对待商业 你一定要从消费端来 我觉得去自我化 这是对我特别大的改变 还有就是成本意识 我跟一帮做小百货的在一起 他们真的算得很精的 今天花多少钱端到端 这其实就是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哪那么高级 就这么回事 今天出门我拿1000块钱 这要到这花多少钱 那到那花多少钱 怎么能还能省一点 不就是这些事吗 对那时候你父亲已经非常有名了 应该是开始凭各种榜单已经是最 对就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跟他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媒体 然后跟他其实是没有一直出现过 也没有 怎么就决定停止了 要回到 家里也没有逼我 你自己干一个小摊 天天打交道的是地痞流氓 跟我爸出来吃顿饭 大家聊的都是一些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然后我们正在做什么 都是很正面 然后你自己有虚荣心 你打交道的层面不一样 这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经历 你所有过往一直积累到今天 你读最好的学校 你见各个层面最优秀的人 你最后用在这上面 你总是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甘的 就是说你总觉得自己可以更好 因此有这样一个平台 你自己内心也拧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幸运吧 我们的蛋白质都是你们提供的是吧 我们吃的所有的基本上大部分 这是我的屋 但是就是会比较小一点 这张的什么时候拍的呀 二十六七岁 对这个陈曼拍的 这陈曼的吊吊 这陈曼修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猪 在哪里的猪场 就在山东那边 四川是不是也有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 然后这种养猪场就是完全封闭的 我们自己进去的话 都要全身消毒洗澡 还要隔离一天 这么养出来的猪 它什么时候被杀 就是变成猪肉呢 一年两次 我原来刚进公司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很难去绕过的一个心理上坎 就是去看屠宰场 我觉得始终它是一个 对吧 所以其实这事 我也挺长时间 后来我看到 他们都会有去修一个庙子 然后就也会去给他们去超度 但是这个还是要花时间 对 我觉得最重要是自己 要说服自己 别人怎么说 现在说服怎么样 说几件事 我还是折腿 对不舒服 折腿层面上还没想清楚呢 对 坐吧 好 这一边的话 有一条路叫新希望路 是以我们公司的名字来命名的 这附近有很多房产 像包括这些都是我们开发的 比如说你在这城里乱转悠 这也是你们家的 那也是跟你没有关系 那什么感觉 所以程度对我来说真的不一样 这不是说是不是我们家的 就是好像我参与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而且大家都很认可你的这个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觉得回到这里来 我觉得很模型 就很安全 特别安全的感觉 给你一个小礼物 我们做的日历 谢谢 今天特别应景 我看了看我就笑了 黄金时代 适合你 适合我 对 我觉得我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 一开始回来做 因为我们是以农业为主 以前食品还少 所以个人不论从兴趣这个角度 还是从熟悉这个角度 都是没那么强的主动性的 但现在越做越觉得 接下来十年 我觉得农业大有可为 真的是 你是大概2003年开始进入集团的 对 决定进入之前 那时候你想做什么呢 那时候 吃喝玩乐的吧 对啊 开过这个卖这种首饰的小店啊 什么还有餐厅啊 就在那个成都的春夕路上 对 骨子里面有种做一个漂亮的老板娘 火锅西施什么这都 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那种比较美一点的东西 因为爱美嘛 嗯嗯 对 那个持续多久 嗯 哎呀 可能是三年 嗯 三年那样子 很好玩 所以那三年时间为什么结束呢 为什么不继续呢 嗯 当然了 我觉得我爸也对我形成了这个 就是他他设计了很多这种坑嘛 对 因为他一直还是希望能够让你回去 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在他看来 嗯 因为以前我不是自己还想去这个唱歌啊 什么的啊 然后我爸也打击我嘛 我还说 你会唱歌里面你不是长得漂亮的 长得漂亮 你也不是会唱歌的 长得跌着 是啊 他说那个你唯一能成功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你有个我这样的爸爸 我说那你不能资助我吗 他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的资助 我不能资助你 然后我就三天没理他 后来我也认识了一些非常会唱歌的人 我才发现自己 其实不太清楚 差池有多大 不过我现在还是一个那个 你现在可以说是做商业里面唱歌唱最好的 我是卡拉OK里面的好选手啊 对啊 我是卡拉OK选手里面最敬业的呀 你最拿手是那首歌 没有拿手都行 我发现你谈这些事比听谈故事管理要兴奋多了 那是那是 成都的那种 它的那种美就是不做作的 然后还是很有娱乐精神 跟那个要高兴那个 对 对 在这成长的人的感觉就会很安心 很那种很放松人 对啊 对 我们要更洒脱一点 我觉得更放松一点 对 对 对 你看 这个牛吧 这个麻将管挺牛的吧 特别好 咱们坐在打一局 来 从一海 从一海 你会吗 我不会 你会 但我觉得好有手影手感 这个果然十三腰啊 谁能帮我拍一个照好吗 你要摆一个特别那个像赌神的那个姿势 拿张牌一点 哦 对 你还在看牌 还很会演吗 谢谢啊 行了 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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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一号 好 逗啊 人家这房子那个感觉挺好 他都不是那种做就我的那种感觉 你看你看 我跟我老公回来 他就就喜欢找这种地方 你们要开会是吗 你们坐 你们坐 我你们放个地方坐会就好 从医疗大健康这块 我们做了一个三年的投资规划的应该是钢药 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医院进行一个收并购 将它迅速实现一个规模的累积和一个投资效益 这是定位的 定位的 这个放到大专科小综合的这种医院 但是你这个综合型的话 你对于体系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你的这个体系的支持的话 就必须要跟这种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